人呢,九五级便传授给他们出家戒 对于想要修秘法的在家人或者秘咒师 就对他们讲说三面耶的重要性 对于一般的在家居士呢 就传给他们八观战线 还比如说有些佛像没有开光 就去为他们开光 不仅如此呢 他为了生者消灾 为了亡者超度 帮助病人治疗等等 同时也传授给老百姓一些 可以日常来修的法门 比如说叉叉的法 多玛的法等等 总之呢,应有尽有 好比之前那些都不知道 该怎么去超度的王者 还有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去开光的佛像 九五级都是亲力亲为 一一去解决帮忙和传授 总而言之呢 所有人的这个愿望和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那么之前我们提到啊 九级进战之前呢 纳粗医师曾和那位印度超界寺的指示 有约在先 发了毒誓 三年之后一定会将尊者送回印度 转眼间呢 就三年就要过去了 无奈之下呢 纳粗医师只能敦促尊者 是时候该启程了 尊者也表示同意 于是呢 他们一起先是回到了不让地区 在不让呢 抢救人又不断地请求九级 给予更多的口诀教授 但是呢 九级却一直说 之前所讲的内容已经足够 话虽如此 抢救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 于是呢 九级撰写了一篇口诀 大概是叫做 欲求解脱勇士之心宝 前面我们提到 球界在印度的时候 曾经向杜母请求指引 那个时候呢 杜母预言说 如果他去了藏地 能利益到一位在家居士 那么这位在家居士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九级法脉的传承人 最著名的大弟子 转断吧 很多历史文献当中记载 九级回到了不让之后 就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 总的吧 其实一直以来啊 他都记得这个杜母的这个预言 可是呢 这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什么 在家居士 遇到什么 特殊的在家居士 所以呢 心里就有些懊恼 但是呢 当他到了不让的时候呢 杜母再次对他预言说 大概啊 一个大幽婆色 很快就会到了 所以呢 他就每天眼巴巴的 盼着这个幽婆色的出现 望眼欲穿 但是呢 很多天都过去了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就忍不住暗想 不会是杜母在骗我吧 然后他一直 又那么 巧手期盼 那么我们说说这个杜德巴 那个时候呢 杜德巴在哪里 杜德巴在康区 他在康区的时候 就已经听闻了 阿迪夏尊者的大脑 所以呢 从康区呢 一路 limit 一路辗转 莫名而来 到了不让 当他到了 九之住处的时候 不巧 当时九之不在家 被一位施主 请去做客 所以呢 九之的 屋子里面的人 就请 杜德巴 稍等片刻 说君者一会儿就会回来 可是呢 总经报说 见善之士这样的事情 是刻不容缓的 一刹那也不能等待 于是呢 他就朝那个施主家的方向奔去 刚巧的是 谁知道那个时候呢 九姐已经从这个施主家出来 正往回来 经过一段狭窄的巷子的时候呢 就碰巧遇见了转敦巴 刚一见面 转敦巴就立刻就对求求求 五体投地 行了大礼 而这个求求求呢 也是喜出望望 把手放在这个转敦巴的头顶 念了很多范文的吉祥词 想象一下 当时的这个情 这个场景 有点像跟九姐见到 荆州大师的时候一样 格外的相思和熟悉 实际上呢 那天九姐早就猜到 转敦巴可能会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他对转敦巴的到来 早有准备 几天前呢 他就已经把保瓶法都修好 这样的话呢 就如果遇到转敦巴的话 晚上就可以直接给了 给予棍 另外呢 另外呢 他刚去这个施主家的时候 特意带来了一份吃的 就是留给转敦巴 因为九姐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不吃肉 所以呢 他从施主家 多带来了一份 沾巴疙瘩 还有苏油 那么见到转敦巴之后呢 就把这些吃的都给了他 转敦巴先是吃了这个沾巴 但是呢 并没有吃苏油 而是留下来 做了一盏灯 放在了九姐的床边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呢 一直到九姐 元季后的灵塔旁边 他都会供上一盏盏的苏油灯 不管怎么说 转敦巴也是学过范文 所以呢 两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和交流 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就从他们见面的那天晚上开始 九姐和这个转敦巴呢 一直同住在一个房间 虽然绿典里面讲到 在家人不能和出家人 同住在一个房间等等 有这些有一些限制 但是呢 由于九姐是从大众部出家 而这个根据大众部的要求 两人之间 只要有一个帘子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他们俩 头对着头睡 中间隔着 隔着个帘子 就这样 九姐就开始 向转敦巴传授教 而转敦巴呢 就这样 陪伴了九姐 直到他原集 那么在布朗地区 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九姐启程 前往 吉隆 也就是藏地的边境一带 到了吉隆呢 九姐 也来到了一座天然形成的观音庙 稍作停留 为大家讲经传法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 一块石头上 九姐用手 手指头写的六字大明咒 依然清晰可见 不管怎么说呢 纳索一石这边呢 还是想着 要将九姐送回印度 他原本的计划是 途经尼泊尔 再到印度 谁知道 那时候正好赶上 尼泊尔发生战乱 所以呢 一行人呢 没有办法继续前行 只能掉头 暂时先回到藏地 等待战乱平息之后呢 再做打算 虽然说那个时候 在藏地 很多人都希望 九姐离 不希望九姐离开 想留住他 可是呢 没有人敢 开这个口 还多亏了这个 这个中文字大明咒 阻止多谋 有人说 要赶上这个 当时是太平盛世的话 中文字大明咒 都是宰 可以当宰相的料 不管怎么说 他就是 他也是没有办法 直接向九姐开口 于是呢 就天天在他耳边说 中藏地居有多少多少寺院啊 多少多少僧众啊 等等等等 然后九姐一听啊 这个 就非常开心 说到连印度啊 现在也没有这么多的孙众 的确是 这的确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如果我的到访 可以让他们开心的话 我也会考虑去一趟中藏 因为我曾历世 此生绝不拒绝任何僧团的邀请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重点之后呢 就给中藏地区那些头头脑脑 高松大德们等致信 让他们呢 邀请九姐前往中藏 那么关于大事呢 关于当时的这个细节 我们暂且不说啊 我们回来讲讲 这个纳索义士的心情啊 因为他曾经发过毒誓 要把九姐回送印度 但是呢 现在由于战乱 没有成心 所以呢 心里又是着急 又是不安 又是懊恼 那个时候呢 九姐就安慰他说 放心放心 你没有罪过 因为并不是说你没有努力 但是努力之后呢 情况不尽不尽人意 那也不是你的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 往印度寄一封信 说明 来说明情况 于是呢 他俩就写了一封信 有关这个 这封信的内容呢 大致是这样的 按照先前的这个约定 本想送尊者回应 但陆遇战乱 不得不 战回 这个藏地避难 等战乱平息 再启程送行 而尊者在藏地这段时间 撰写了 菩提道登论 这样一部难得的家族 利益众生不计其数 所以呢 若君者能 再多停留一段时间 那就再好不过 总之呢 最后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份书信 加上阿迪小君子 亲笔书写的一部 菩提道登论 还有一些金子 一统忌毁了印度 据说啊 过去印度有一个习俗 什么习俗呢 如果某一个班智大 或者学者 写了一部著作的话 那么会 请很多的班智大 一起开个大会 大家一起来 分享和讨论 这部著作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 内容 内容尚可 他们就会将 这部著作 上报给国王 然后呢 给予嘉奖 而且广为留步 但是呢 如果这部著作 词不达意 或者文不对题 那他们就把 这部著作呢 绑在狗尾巴上 让他满街乱跑 不管怎么说呢 阿底下尊者的亲笔的这部 登论 送到印度之后呢 就有人把他 呈上了大会 让大家来评判 虽说这个尊者是当之无愧的大奔之当 著作是 也自然 不太需要这些人来评判 但是呢 但是 爱与习俗啊 还是走了 这么个程序 众人读了登论之后呢 纷纷纷赞不绝口 说道啊 如果尊者在印度的话 估计是没有办法写出 这样的著作的 因为印度人太聪明 太努力 他们也太瞧得起 这印度人啊 尊者呢 就可能也没有机会 写出这样的 精简 基础而 全面的内容 言外之意就是说 藏族人不太懂佛法 所以呢 对藏人的教学 就必须 得要特别的 浅显易懂 深入浅出 语言清简 精炼 而且呢 需要涵盖三众 所有的法教才行 所以呢 这些印度人就觉得 好像尊者在 藏地所做的这个事业 不仅利益了藏族人 也利益到了印度人 于是呢 就决定尊者 暂时留在藏地一段时间 也并无不可 登论可以作为他的代表 但是呢 他们希望尊者可以 自己 撰写一步 有关这个登论的注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阿迪夏尊者就又可以 放心 他时 多在这个藏地 留一段时间 啊 这个纳索意识的 这个压力也彻底 啊 没了 那么后来呢 阿迪夏尊者 到底回到了印度了吗 还是一直停留在西藏呢 还有他有没有去中藏地区呢 请听下回分解 谢谢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诗词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诗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鬼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起 海内外 共12311次 慈悲至夜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摘戒 即礼拜 药师宝灿 护生 小红山 宫勤 广护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丙重 日期11月19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洽询电话 07221 2323 07221 2323 07282 0278 07282 0278 敬邀菩萨 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恶行 乘一百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年度共生 护生总会相 12月28日 星期四 新逢阿弥陀佛 圣诞前夕 举办精进佛医 早上九点开始 恭请广乎法师 及法务指导生众 共同领众 12月29日 星期五 三十系列超度法会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心意法师 柜台法师 广乎法师 共同筑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 二十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 训习 同瞻法医 共同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附加子与造真将军女 在波罗城里 有一个造真将 它造真的技术远近驰名 它有一个女儿 名字叫丽儿 丽儿长得国色天香 是城里的大美人 有好多好多的年轻人 都偷偷地暗恋着它 同一座城里 有一个首屈一指的富翁 它有一个独生子 名字叫方达 方达长得非常的英俊 是波罗城里第一美男子 有一天 方达独自来到城外散步 不经意地看到丽儿 从窗户看出头来 虽然只是这么一眼 方达已经深深地 爱上丽儿了 方达回家之后 每天查不思 但不想 精神恍惚 最后 他下定决心 要向父母说出自己的心事 爹 娘 孩儿要向你们 禀告一件事 明知一定会挨骂 但孩儿还是要讲出来 前几天 孩儿看见赵真将的女儿 心里非常喜欢她 想娶她为妻 请爹娘答应 你说什么 工匠的女儿身份卑贱 不论长得多漂亮 也不能嫁到有声望的家庭里 这样会玷污了我们的家世 既然你现在有娶妻的愿望 我会为你找一位 出身高贵的女孩 属孩儿难以从命 义孩儿看来 什么家世 地位 财富 都不是结婚的条件 重要的是 自己喜不喜欢 爹娘如果不答应 孩儿宁愿去死 方达提出强硬的要求 富翁只好妥协 派人把赵真将夫妻 叫到自己家来 我们突然请你们来 不为别的事 只因为我的儿子 想娶你的女儿做妻子 这个话我们很明白 只是我们是卑贱的工人 你们是百万富翁 彼此各方面条件不合 我只打算让女儿 嫁给同行的人 请你们见谅 我们不敢高攀 造真将 一口拒绝了富翁 依富翁的想象 本城手去一指的富翁 来求亲 对方满口答应都来不及了 哪里还会有第二句话说呢 所以对方的拒绝 令他大感意外 你们为什么非让女儿 嫁给工匠不可 嫁到我家来 既没有寒暑的劳苦 又有好衣服穿 好东西吃 生活自由自在 样样不缺 有什么不好 不止生活很享受 这点我明白 但一技之长 比财富更重要 即使没有了资产 只要有一技之长 我还是会将女儿 嫁给他 造真将离去之后 富翁将结果 转告方达 并顺方达 死了这条心 可是 方达已经下定决心 要拥有一技之长 以便得到对方的欢心 可是 他原本 是一个富翁家里 养尖处优的独生子 你知道 要拥有一项技术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吗 于是 他刚开始的时候 就马上被造真技术的困难度 彻底冷白了 因为造真在那个年代 还是一项非常精细 需要高准准的一种行业 红铁的质量 到淬炼出 很精纯的钢 这段过程 就不知道 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 更不用说的是 在这段期间 他所花费的营救心血 是多么的盲大了 到了这个时步 方达却拥有一种 其他人所没有具备的能力 那就是 越遭受到挫折 就越勇敢 越坚强 本来 他的父母 坚持不让他学习造真的 因为 他们认为造真的工作 吃力不讨好 而且 还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但是 一看见儿子 一头埋进工作当中 费寝忘食的样子 除了摇头叹息之外 也只好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任由他去做咯 于是 方达在这个专心的环境里 努力不懈地研究 想要把造真的技术 更努力地发明出一些新的技巧 当然 也因为方达天生就很聪明 很快地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 方达的技术 终于从不起眼的铁条 慢慢提高到 可以打造出 一根 一根 又细 又纯 精美的 细钢针了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之间 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几年 现在的方达 已经是天下第一的造真匠了 于是 当他确实地知道 他已经拥有了天下无双的技术之后 有一天 他决定要到造真匠的家附近 去引起老造真匠的注意了 于是 他打造了许多针 放入袋子里面 来到了造真匠家的小路上叫卖着 造真匠的女儿 丽儿 从窗户 看见一个英俊的青年在卖针 就出来警告他 你真是个大傻瓜 我们家制的针 天下识明 你还敢站在我们家门前卖针 我绝不是傻瓜 如果你父亲 知道我在卖自己打造的针 一定很让你跟我结婚的 丽儿匆匆地禀告父亲 造真匠 一向以天下名师自诩 对于造真术的研究 非常热衷 一听到女儿的话 立刻把方达叫进家里来 你真会造真吗 我有自信 打造精巧的针 让我看看 嗯 造得不错 这根还不是最好的 还有更好的 您看看 造真匠 在看完方达所打造的针之后 对方达赞不绝对 心里马上决定 就将女儿 嫁给这位有为的年轻人 果然是卓越的作品 嗯 绝妙好真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正是我心里头等待已久的 我决定将我的女儿 嫁给你 方达最后终于将丽儿娶回家 从此以后 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我最后再次 Dennis 我最后再次 看完 我们下期 看完 我最后再次